今年的十大杰出青年出炉了 今天颁奖 而今年获选的包括了有网球好手詹浩琴 他的姐姐詹永然在六年前也获选 让他们成为首队十大杰出青年姐妹 而另外其他的时节呢 还包括了米其林二星厨师江振成 跟首位获选的新著名二代叫做何景荣 第五十四届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十二人 一字排开 评审委员会主委立委王金平 为他们一一挂上彩带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网球好手詹浩琴 特别感谢我的爸妈伸给我一个 就是永不放弃的一个心态 然后跟姐姐勇然 到现在脸手打出很多好的成绩 那我觉得当然在一路上一定也有 不是顺遂的时候还有一些挫败 但是我觉得在逆境中成长 才是永远的价值 我有这个责任让年轻人看到我们 就是未来 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台湾怎么样的未来 然后可以从自己做起 然后可以鼓励其他人 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六年前姐姐获选 六年后换妹妹 专家姐妹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对 都成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姐妹 今年除了张浩琴之外 还有米其林二星厨师江振成入列 人在韩国的她由妈妈出席带领 其入选的包括周大兴 简韶毅 杨博宇 李美玄 廖文华 蔡生伦 林子瑶 洪松明 林优凯 还有第一个获奖的新住民二代 何景荣 在我成长过程里面 我从小到大会受到很多人的启力 比如说你们新住民二代 妈妈来自东南亚 你们中文是不是比较不好 你们能力是不是比较差 你们长大时候会不会变成我们国家的负担 基本上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都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刻感印象 三年前 现任立委林立禅 以新住民身份扩选十大杰出青年 现在又有新住民二代当选 途选近年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 越来越多元 明日新闻 赞和